按著 把它出來 那就可以了 要把它蓋下去 是不是很小根 是不是很小根 它就是 只要小一根 我們現在如果要充電的話 好 我們現在就是靠近它 按著 這個按著 它就打開了 有沒有很方便 它就現在開始感應到 淺藍色 綠色 綠色就是充著電了 What's up YouTube 歡迎來到Cookie講 Yeah 們 今天是一個未來趨勢的內容 所以大家如果對於電動車有興趣的 可以往下看 今天主要就和大家介紹 整個電動車的電池的部分 應該說是充電的部分 因為大家都知道 電動車其實大家最擔心的 就是充電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規格 我們今天都會一一和大家介紹 2022年我們號稱是 馬來西亞的電動車元年 因為今年有很多新的法令會上路 今年有很多充電裝在路上會建設 今年也有很多電動車 會進口到馬來西亞 如果你對電動車沒有了解的話 會有很多名詞你聽不懂 先講現在主流的充電裝置 第一個叫做 J1772 有些人把它叫 Type 1 J1772的快充就是 CCS1 Type 2的快充就是叫 CCS2 另外還有另外一個叫做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就是 AC和DC AC就是交流電 它就是一個比較慢充的電流 DC不是慢慢化 不是Batman的DC DC是直流電 它就是比較快充 所謂的慢充大概是每個小時 7KW 這樣子 大概每個小時可以充 30到40公里左右的行車距離 DC就是有 50以上其實就要DC了 50以上就是每小時可以充300公里左右 關於直流電跟交流電呢 就是愛迪生跟特斯拉 在100年前就炒來炒去的那個東西 有機會我們再做一集和大家講 這個呢就是 特斯拉Model X的一個 那個門 它這個門很特別 它這個 它感應到的時候它就不會關 它感應到的時候它就不會關了 這還蠻特別的 就電動車很多東西 都和傳統的車是不太一樣 談到慢充呢 我們一開始要談的呢 就是大概10年前比較流行的規格 叫做J1772 10年前的電動車大概走個150公里算 很厲害了 所以慢充基本上還是可以滿足它們 一直到Nissan推出的Nissan Leaf 他們日本人也很厲害 就乖乖的先關一下 後來日本人就發明了一個新的規格 叫做Chademo Chademo是現代意義上 可以稱的為快充的始祖 它那時候是50kw 也就是從一個小時大概可以跑300公里 這算蠻快的 當然到現在慢慢有什麼150 180 200 250 300kw的 那個時候Nissan Leaf 為了讓它有快充跟慢充 就同時擁有 J1772 和Chademo在車上 也算是一個蠻特別的 一個過程 在日本人發明了Chademo之後呢 美國人也不甘落後 他們在他們自己的 J1772上面呢 研發了新的一種規格 叫做CCS-1 就是快充CCS的第一代 這CCS-1很特別 它在研究室可以最快的功率 到350kw 350kw是多快啊 一顆特斯拉的電池啊 大概是75到85 有些是90kw的容量 也就是講說 350真的很快 剛有提到CCS算是美國人發明嘛 那歐洲人也要發明一個 他們自己的規格嘛 這很正常啊 歐洲才是汽車大廠啊 它這世界上主要的廠牌都在歐洲 對不對 那歐洲人就發明了一個叫做CCS-2的規格 然後它的慢充呢 AC慢充就是叫Type-2 啊那個這個台灣的觀眾應該非常了解 因為去年特斯拉就全部規格就改成CCS-2 這個我們等下後面再來講 那CCS-2的功率呢 最快也可以去到350kw 再舉一個例子啊 一間7-11哦 如果它的所有的電都打開 包括冷氣啊 冰箱啊 試冰機啊 咖啡機啊 什麼都打開 大概是25kw的那個電量 那350kw一次可以提供12到14間 7-11同時在開電 你可以想到那個電力有多大 它就炸下去14間7-11就有電了 是非常非常大的電啊 但這個他們有些斷電系統啊 是不會電死的 大家放心 那我們回到講特斯拉 今天都講什麼特斯拉嘛 雖然這是保時捷啦 那特斯拉呢 因為我有自己的規格叫做TPC 它就和CCS-1 CCS-2是不太一樣的 它就自己走自己的路 我們來看一下旁邊這台特斯拉 在這之前呢 我們先看一下CCS-2的充電頭 你會發現非常非常大顆 非常大顆 對然後我們來到特斯拉TPC TP的充電頭就非常非常小一根 按著 打出來就可以了 要把它蓋下去 是不是很小根 是不是很小根 它就是 只要小一根 和CCS-1 CCS-2比才真的差很多 那一樣啊 我們現在如果要充電的話 好 我們現在就是靠近它 按著這個按著 它就打開了 有沒有方便 它就現在開始感應到 淺藍色 綠色 綠色就充著電了 這個線比較粗 有一點重 打開我的充電口 OK 所以嚴格來講啊 如果你是特粉 特斯拉的粉 你應該會比較喜歡TPC的 可是去年台灣呢 就發生了一些 小陣子 那國家就統一規定就是 只能用CCS-2 所以現在台灣的規格 新買的車都是 CCS-2 那關於這一個 為什麼台灣是選擇 CCS-2不是CCS-1呢 其實道理也很簡單 因為特斯拉當初要進 歐洲的時候 歐洲就規定 我們的電動車的充電裝置 充電接收器呢 就只有一個統一規格 就是CCS-2 所以所有的車 你要進到歐洲 就是CCS-2 所以特斯拉生產線 本來就有CCS-2了 所以它不可能再拉一下生產線 來生產CCS-1嘛 那我們現在剛好旁邊呢 還有一台 是香港進來的特斯拉 Model 3 它是CCS-2 所以我們去看一下它 可是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裝置 就跟鋼不一樣啦 它就很明顯大很多嘛 上面這個呢就是Type-2 然後這整個呢就是快充 這個就是歐洲的規格 跟現在台灣的規格 就是長這樣子 是很重啦 它那把槍 有機會的話 我們在外面試拍給大家看 說真的啊 買特斯拉 你真的要做很多功課 它不像一般的傳統電車啊 我們已經很習慣知道 它大概長怎麼樣 其實說真的 TPC沒有成為主流呢 也不奇怪 雖然說TPC它也會開放給其他的車廠來使用啊 但你想一下兩個方面嘛 第一個就是這些傳統的車廠啊 車品牌 不管是B&W Forsure 賓士 奧迪 他們幹嘛要用特斯拉的東西 他們本來就是一個傳統就老大 然後現在有一個新的特斯拉起來 他們不可能用它規格的嘛 TPC雖然很漂亮 很輕 很方便 很好用 但不可能出現在特斯拉以外的車子上面 這真的是很顯而易見的事情啊 就因為我現在打算再買Model 3嘛 然後Model 3 就是在等著 其實在馬來西亞現在還沒有特斯拉的直營店嘛 你要就是買進口車 其實很簡單 你要就從英國買進來 香港買進來 那就是CCS2 那如果你要從日本買進來 就TPC 它的充電的那個桶 但是呢 現在有兩個單子 第一個單子就是日本買特斯拉進來馬來西亞是比較快的 如果你是從英國買過來可能要三個月 因為它是坐船過來的嘛 所以比較麻煩 另外一個就是當你決定用TPC之後 你就要買很多轉接頭 很多轉接頭 因為馬來西亞的充電裝置 除非特斯拉有進來 然後他特斯拉有自己設充電裝 或者快充裝 否則的話 你就是一直在路上要充的話就是 一堆轉接頭 讓大家看一下有什麼轉接頭 這個比較大的呢 就是 Chardemo Chardemo因為是快充嘛 只要有兩個頭連在一起的就是快充 它是直流電 快充 如果是慢充呢 這個是Type-II轉TPC 這個很久沒有這樣子比了 就是這樣子 這邊是Type-II 應該之後會拍比較多的特斯拉的內容 我覺得很好玩的 這特斯拉 應該說電動車真的很好玩 可是台車不便宜的 但是還是一句話嘛 就你這麼大馬力的車 0到100加速只要4秒的車 其實你花個30萬馬幣 200萬台幣就可以買得到 其實是相對便宜 如果你是汽油車的話 相信蠻貴的 另外就是特斯拉的駕駛的費用 會節省很多費用 但當我買了特斯拉 我開了幾個月之後 我再計算給大家看 首先電費跟油費的落差 還有保養費那些東西 真的希望很快成為特斯拉車主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希望可以帶更多的電動車 或者特斯拉的內容給大家 如果你是在馬來西亞的車廠 你有電動車的話 也可以邀請我去試駕一下 ok好今天影片就到這位置 喜歡這個影片在YouTube看到 記得點贊訂閱 就打開點贊 Facebook看到的話 然後分享出去 如果你在Facebook的話 記得幫忙按一下訂閱 在Facebook的話幫忙按一下追蹤 這樣影片上片的時候 才可以第一次電視看到 是阿通知 掰掰